你听到现在你会感觉到说 哎 是啊 刚才这二十多分钟 两集二十分钟过去了 我怎么没有感觉闹心呢 这就是跟我共振的状态 就是说你静不静心 一定要通过内在的内求 我们一直说三个原则对吧 向内求 向内求是 就是静下来打坐 然后关念头一步一步的练 才能够做到无为 就是生活里的任何事 在你的眼里都已经没有了 什么感觉 你的内心只有一个灯塔 我要修到 做到快乐的那个自我 所以说中间的各种说 哎呀 孩子还是不听话 不好学习 老公还是那个不顾家 然后我身体还是有一点问题 我还是缺钱 但是你发现 你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这 就像我们说 救孩子那个画面一样 他在那儿 这个有那个呼叫你的 你不赶紧跑 那你就是千山万水 就你啥事都对我来说 根本是问题吗 不是 所以说我们说到领袖他的无物 就是因为他心中有这个灯塔 他做这件事无怨无悔 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 说哎呀我这不行那不行 没有 所以说他哪有恐惧啊 你救孩子的时候 孩子这个 有那个呼叫你 你会 你会有恐惧 怎么可能啊 所以说你的心中 只有这个灯塔 这件事 别的你周围 谁就是有群狼啊 你还是荆棘啊 还是沼泽 有可能掉进沼泽被烟 掉下去没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有任何恐惧 你只有那一件事情 这就是大怨 所以说一个在生活里面实修的人 如果不树立大怨 他一定会停在半路 无论你多喜欢修 多喜欢啊 就是那种静定的感觉 那你只是在里面逃避那么一会儿 有些人说我哭残做了20年 每天做四个小时 我有个学员 他是日本的 一个医学中医学博士教授 他这么努力的学自律 我说你能 他问我几个问题 我告诉他 他说那我跟你学 但是呢 他也没跟我训练 我也不知道再没有联系 因为他也是很忙 但是我就知道 没修到 为什么 就是没有 就是那个时候 没有在心里面 种下那个 大怨的种子 我们说高级的时候 为什么它是高级 到中级都清理完了 对吗 都已经可以了 为什么有高级的设置呢 而且高级还没有中级和初级 那个长 就是那个录音的时长 但是当你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高级才是重点 当你刚开始修的时候 初级是重点 就是你得那个什么 中级啊 你看着很厉害 一下子清理到那些 但是它 它不是重点在哪呢 你初级会了 中级自然就会了 练就行了 到高级是重点 你必须懂得 然后呢 不练错 你才能够在 真的在那个心流里 产生感恩的心流 你那个种子 才被扎根 才发芽 才能长大 你的新田里 种下那个理想的 最高大怨的种子 你才不会在半路 修行路上躺下 就停在那的 举目望去 这些 别说网 网上根本找不着 真正修行的人 不一定在网上 就发什么 你就网上 你就找不着这样的人 就是修的人 当然了 像那个刘峰啊 杨定一啊 还有这个 等等这些人呢 他们是很厉害的 他们就是讲的那些 就东西呢 跟我这个事一样 契合的 只是他们没给你 那些 词操 他修的时候 词操的那个 录音步骤 因为你需要 有那个 这个东西 然后有这个原法 跟他接触 才能学到核心的东西 所以他们那个 没有我素 就是我没那么 我没有名 所以呢 我就可以悄悄的 把他们没告诉你的 我的东西非常究竟 就是究竟到 他们可能都没有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直接给你 而且是不用什么 那个什么 一杯奶茶的钱 就可以直接知道 他们修的东西 而且他们的那个 真的 现在我可以说 好像他们没有时间 打磨这个产品 然后给那些普通 咱们没有基础的人 一下子就见效的这个工具 因为他的跟随者太多了 他说什么 他们都能领会 他用不着整个具体的流程 而且呢 太白了 怎么能直接给呢 是对不对 法不空出 道不见外吗 这是理 常理 但是呢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好处 我就是一个素人 我就可以把这些精华的东西 你们平时找不到的 真的给了 你们 所以说 静心呢 就是没有西大院 你才静不下来 对吗 所以 说来说去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道德经》这一章 《维学日益》这一章 说损着又损 是啥意思 就是我们终极的那个 不断清理 不断清理 以至于无为 就是高级的 那个 初中高级的高级功课里面的 你就可以有了 实现大院的那个理想 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对吗 无为而无不为 就是 无不为的意思就是 你的大院 最高的大院 我们从来不敢想的 那个大院 就可以 轻而易举的实现 什么叫轻而易举实现 我们说事儿啊 它的成功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而成的 而是因为你的能量够了 它就会成 这才叫因果 宇宙的规律是这样的 我们说实现 我们人生实现理想 你做的事要符合两个原则 前面是不是讲过 一个是符合宇宙至上法则 另一个是符合最佳利益 至上法则是啥 就是你是提升能量 不是在做事儿 当然我每天就快乐 我不在做事儿吗 对吧 但是我是在提升能量 边讲解 最受益的是我 然后呢 这边的能量就 宇宙能量就反映 给你的事儿 就反映你的能量 你能量越高 宇宙就越有 那个什么 给你好的 符合你的高振频的 相应的人事物 这叫宇宙至上法则 所以说提升能量 纵向的提升 才是 我们那个 得到要的理想 就是我们实现 那个这个自己 事业啊 这那的那个结果 所以说这叫符合了 你做的事儿 是符合这个宇宙至上法则 第二个是什么 最佳利益 最佳利益是啥 就是你活得快乐 真快乐 别人因你而快乐 就是你 苏醒 不断苏醒 才会快乐 然后你 叫醒别人 你才会快乐 这就是你的最佳利益 是不是两条都符合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你现在知道了 我们清静 如何能够静心呢 除了实现的理想 你静不下来 对吗 我不快乐 我静啥 我看哪都不顺心 我挣着钱 我也不高兴 因为 我挣着钱不是目的 我想要真正的快乐 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啥 但是你现在发现了 原来你要真快乐 就是什么事在我这 都不是事 我只有那一个天天快乐的心情 这才是我的目的 所以你找到了 你就会静下来 你实现了 你就会静下来 而不是说外面 这你看老公也好了 孩子也好了 我就静心 你照样能找着烦恼 让你烦恼的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 你才能够开始 杀下心来 我真的是 我知道了老师 我真的得修 这才行 所以说 大家是不是懂了 我为什么闹心 怎么静下心来 下节我们讲 围到 唯学日益的下面那一部分 更加的震撼 下节目